看片前记得赞、分享、订阅我们新城财经台YouTube频道 今天《技术教7》和大家讲270月海投资 涂就2022年8月初开始 当时14日RSI在50以下 MACD也在零线之下 8月26日三条平均线转为倒序 股价持续向下 10月中左右有点反弹 但是接近10月底的时候再跌过 11月开始又再次上升 去到月中的时候 甚至连10月的高位都升穿了 这里形成了一个圆底形态 看回当时的14日RSI和MACD 开始上回强势方 14日RSI上回50流上 MACD上回零线之上 再加上11月21日和12月12日 都有三条平均线的顺序 股价持续上升 去到2023年1月的时候 顶背池出现了 股价才慢慢回落 2月中14日RSI下回50流下 接近2月底的时候 MACD也落到零线之下 3月2日三条平均线转为倒序 其后股价也跌穿了2022年12月底的低位 形成了一个圆顶 跌穿颈线之后有些后秋即是反弹 不过4月6日4月28日三条平均线仍然是倒序的 去到5月尾段的时候 甚至连12月初的低位都跌穿了 这里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圆顶 跌穿颈线之后虽然6月7月开始有些反弹 但是整体都是属于一个横行的区域 7月18日8月8日三条平均线都是倒序 而在8月中之前股价开始跌到长方形的底部 股价在8月中之后有些反弹 但是9月再跌过 9月14日三条平均线再一次倒序 但是底背池开始形成了 这种矛盾的形态我们之前都见过不少了 通常来说股价会跟随着底背池而作出一些反弹 但是相信反弹不会太强 因为三条平均线持续都是倒序 14日RSI仍然都在50流下 AMACD也都在零线之下 再加上前方又有一个大的圆顶压住股价 虽然这个圆顶有一个很大的跌幅 也都未必预期它会完全走完 但是股价仍然相信会走向弱势 直到一些技术指标转好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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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